欢迎打开Lobby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新参者完结篇 当祈祷落幕时 人会说谎是为了保护自己或保护别人 谎言是真实的影子 人人都带着新的伤疤过活 为了保护那些伤疤 人们组起了重重的新房 加贺光一郎 新参者是知名的日本推理小说家 东野龟吾的一个系列作品 以加贺光一郎为主角 这部完结篇当祈祷落幕时 算是他的第十部小说 而以阿布宽为主角的新参者 在这之前也已经拍成为电视剧 电视电影SP 红色手指还有沉睡的森林 以及一部电影麒麟之意 导演是半折直述 还有华丽一组的福泽克雄 由原版人马阿布宽 勾端纯平 还有永远的松岛蔡蔡子 同时也是日剧学院上 最佳女主角的记录保持人 感谢车库娱乐的邀请 我欣赏了新参者玩节篇 当祈祷落幕时的特应场 虽然说这种日系推理电影 除了去年的解忧杂货店之外 一直在台湾来说 是没有到很火热的状态 但推理小说在日本 算是一种很主流的文化产物 不管是社会派或者是本革派 于是这方面的改编作品 始终都没有退烧过 我自己一直以来是非常喜欢 这类型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 或许应该改天做一个这样的系列 这一集的故事开头 并没有发生在主角 夹克公一郎的身上 而是由一桩离奇的女子命案 慢慢地牵扯出去 藉由一张合照才连接到了主角的身上 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 整个故事算是很庞大的 然后每一部分都是藉由很小的线索 把他们牵连在一起 可能是一张照片 或者是一个阅历 或者是一件不寻常的小事 而在这些复杂谜团的案件背后呢 是一段非常精彩 相当戏剧性的真相 我不想暗示这个结局 我只能说松董蔡蔡子 会来演这部电影是有原因的 他表现得非常的棒 你可以看到这个角色 他的身后藏着非常多的故事 然后他饰演的这个角色 作为一名知名的剧场导演 又必须要站在公众的面前 是一个坚强美丽 然后又专业的女戏 田中立内的出现也让我非常的惊喜 小日向文士的演出 则是让人非常的感动 这是新参者的完结篇 我看了之前很多人 对新参者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疑惑 就是他一直没有讲到 这个主角的故事 而这部电影很大的一个部分 就是把这个亚香宝拿了出来 终于要解开这个侦探 他自己的秘密 讲到那个他从来没有出现过 失联已久的妈妈 这个系列的特色 似乎都跟家人之间的秘密有关系 以及探讨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 那些不能摊开来说的残酷真相 当然还有人会说谎的原因 一直都是这个系列的标题 每个谎言 每个故事背后 都有一段令人动容的情感 我觉得这是一种 东方人爱有本差的那种价值观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做错了事情 但那都是一个人 为了对自己所爱的人 表达爱意所做出来的事情 看完这种故事 你通常不会觉得 正义得到伸张的那种愉悦感 而是一种无奈 但又能够找到爱和温暖的故事 当祈祷落幕时 这个故事拍成电影 算是撑得起来的 只是还是像是小说一样 给我一种段落的感觉 像是两个小时的SP 但不会影响这部电影的好看程度 也不会影响他给我的好感 故事真的写得很好 虽然说有一种 东野龟吾在抄袭自己的感觉 或者是致敬松本青张的杀之气 如果你喜欢东野龟吾的小说 这部电影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如果你喜欢新参者系列的作品 那这部是你等待已久 必看的一部电影 最后 那家阿布宽永远吃不到的鱁鱼烧 到底是花了多少钱去置入啊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喜欢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 拜拜 BYE